这比较长的 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 就是DNA那个四个密码 把这个就是用那个 导演没法骚扰器材给带进去 本身就是音乐 而且他们说都演奏过 开过这个演奏会 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 然后就开始写 这是2001年 由美国著名导演斯比尔伯格拍摄的 科幻大片《人工智能》 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 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 而王靖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 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 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 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 并将这一密码图写成了一首 《生命之歌》的乐曲 然而在研究时 这位科学家发现 这首乐曲一旦演奏 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 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 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 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 永远停留在五岁的智商 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 王靖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 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专业位置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 通过一个熟人找的几个教授 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 但是后来谈不谈一块 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 比如说现在DNA中间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 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 比如说我现在通过密码 然后我怎么翻卷 怎么分裂 然后怎么产生口 内腔 这种形体的传递有 但是行为的传递 我说怎么传递 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后来他们都说 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 他说真正就是 中国研究了行为遗传学的 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 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但是却坚定了王靖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 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 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机械手表 机器人 自来水到手机 飞机火箭 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 都变成了现实 虽然王靖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 来奏响这句生命之灵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 比较分工比较细的 而且特别中国的一些科学 它太死 太僵化 它没有那种像西方 西方它也相对说 经常有一些比较 稍微比较玄虚的讨论 按他们说 这不是科学是潜科学 它可能发展成科学 也可能发展不成科学 但是我觉得这种潜科学的东西 有可能它是 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你不能把它排除 把它证为 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讨论 你比如说现在就说生命欲望 你谁都有性欲 也有生存欲望 这是应该是人们都尝识 但它究竟怎么传递 因为肯定不是大人教的 你小孩你就是没有大人 他就长大以后 他有这个生存欲望 这就肯定是通过DNA传递 那么听过DNA怎么传递 现在谁也不知道 生存欲望 是啥东西 现在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我认为它还是靠DNA传递的 如果是靠DNA传递的话 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 它也是物质的 它也可以破译的 如果破译的话 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 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 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 王靖康在《与武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 共生圈 在他的笔下 人类的本性并不是善 而是自私的恶 只有为了生存 人才会对同类表现出善的一面 从而形成一个所谓的共生圈 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 利他与和谐 而在共生圈外 则是恶 利己和竞争 这部投入了王靖康大量薪水的作品出版后 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易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 读者的口味变了 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都是信息量大 思维敏锐 天不怕地不怕 这都是他们的优言 缺点好像是 理想主义少了一点 理性思维弱了一点 所以说你现在 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在王靖康看来 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 与韩松 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 年长他们二十多岁的王靖康 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 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 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 对智慧的优惠